以超高難度聞名的《黑暗靈魂 2》 其實在一代推出之後 就嚇壞了許多硬派的玩家 而現在更難、更自虐、更多死法的續作 即將就要推出囉 玩家們記得多買幾隻手把 只要帥壞了才有得換啊 由萬彈達夢宮推出的超自虐動作 角色扮演遊戲《黑暗靈魂 2》 日前釋出了最新的宣傳影片 儘管這次遊戲換了監督 但還是可以感覺到 那種要把玩家折磨到死的氛圍 《黑暗靈魂 2》以其超高難度 以及死很大、死不停的遊戲風格 在硬派玩家心中 可是一種無法忘懷的快感 每當在底層中漆黑的環境下 潛伏在四周的魔物們純純欲動 以及一個不小心就要被秒殺的緊繃感 玩家們可是絲毫不能大意哦 遊戲將在PC、XBOX 360、PS3上發售 想要挑戰自我的玩家可別錯過囉 Think about a sequel 注意喔 在那 venue 活着變好